27号彩田友善农作邀请到专家来为农友们讲授甘薯的田间管理与田薯防治的方式 希望未来再透过器座作物的多元化 让农友友善种植的土地面积可以越来越大 彩田友善农作有限公司在万金石地区器座稻米 希望借由稳定的收购价格 让当地的农友们都可以采用友善无毒的种植方式来爱护地球 今天彩田友善农作再次邀请到专家来为农友们讲授甘薯的田间管理与田薯防治的方式 希望未来透过器座的多元化 让农友友善种植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彩田一开始是从金山这边开始去做器座水稻 但是我们未来我们还是希望会走路像地瓜 角白笋 阳风或是本会的一样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地瓜是不是可以走路做友善耕作 所以那时候农粮署在跟我们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教育课程来去办那个地瓜的讲座的时候 包含去如何防治地瓜的虫病害或是蜀害的时候 我刚才说这个方式只不可以透过就是说 由杨夕汉这个方式他们在云里二轮在做友善种植的时候 把他的这个方式去跟在金山在地的农友之后去做交流之后 我觉得透过这个讨论之后 是不是金山现在种植的地瓜也可以慢慢朝向友善耕作 有种优积的有种友善的政策之后 我够减知道的 够减跟他们分享 我们也有用心地去跟他做 因为他就是我们要拚经济 所以说我们不能做的人都在一起你知道吗 如果在一起而已 来自于雲林二轮乡的洋邪和种植地瓜已经有十多年 友善无独种植出来的作物特别需要照顾 田鼠的防具更是令人头痛 今天杨夕汉也带来自己种植十多年的经验 要跟农友们分享交流 希望大家的干鼠都能够种得好 质量都有所提升 采田友善农作期待 透过多样化的气作作物 让农友们多加接受友善无独的种植 让北海岸地区的土壤环境都变得更好 未来采田友善农作也不再只有米的产品 还有更多的经济作物像是干鼠角白笋 要透过友善作物 让土地也变得友善无独 记者廖平函万里采访报道